請大家介紹一下 謝謝 教委長 政府委長 來去教授 今天這三位 能夠說 我們過來對台灣有數台灣台灣的國序法 有種有演技 當然不是這三位 因為來做好看幾多位 今天有能夠教授 可能很多人都在專家 我也不是今天演講 就是總結好像三位 他們所說的前菜 有的是政府委員的說明 有的是 很多很多條例 總結比較重要 是因為 明天在台北賓館 你看看中國師傅 明天在台北賓館 在台北賓館裡有一個很重要的電腦 用銅塑來教授一九五二年 四月二八一天 日本的這個 台北賓館 中華民國的外國賓館 中華民國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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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日本國賓館 這是我給了這個好評 但是 要應定會 藝人肯定要賓養 這肯定要賓養 地名來賓館 這個賓養 改名為台北賓館最適合 所以我完全暫行給它賓養 重要是 是怎樣 馬英雄總統 在中華民國賓館第一年以來 會去台北賓館 這麼多慎重歧視 要辦這個電腦會 因為 像中國師傅 一直在報道這個消息 所說的就是 因為什麼 在慎重的宣佈 這是國家 中委的這個 真重要 我們的 教科書 我們一小時候 討到台北賓館 所以 台北 中華民國 在台灣的主權 的法理基礎 都說開樓的殘難 已經有數十年 開樓的殘難 沒錯 有說日本 一定會把他拋到 還要讓日本 導航去 那種 過一隻而已 所以特地所在 包括 台北賓館 歸還 中華民國 所以 國民黨 透露這個性子 一直 傳團 很久 但是 民黨知道 一旦 馬總統 他紀念 已經過二年的 台北賓館的時候 他本身 我就要向全國賓 這個 因為 這個 台北賓館的內容 推翻了開樓殘難 這是第一次重點的 開樓殘難 那是一個 間歇的殘難 這家人 國賓館都提起 其 這個 路蘇後 丘吉爾 跟 整個 的埃及首都 開樓 因為 要向全世界 遭到 一定要讓日本投降的 一個戰爭的宣誓 當時 三巨頭 並沒有正式簽署 回去以後 分別在各國的首都 以新聞稿的方式發布 不是真正的國際條約 所以 程序上有瑕疵 不過 兩年之後 在波士坦 又達成一個波士坦宣言 有重生 日本投降以後 開樓殘難 的條件 要實施 那麼 幾個月之後 日本真正投降 日本 也簽署的 降福為殊 有確認 接受波士坦宣言 意思不能造假 所以開樓殘難 程序有瑕疵 但是因為後來 有波士坦宣言 再加上日本投降的 降福文書 我們 只能把它說 後面這兩個文件 補正開樓宣言 形勢的不足 中華民國一直以來 就是主張說 因為開樓宣言 說日本 戰敗之後 要把台藤還給中華民國 他忘了說 那個時候還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日本總沒有那麼天才 發明一個說 要把台灣 也可能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第一個 不必疑這個沾沾事情 因為那時候的確只有中華民國 那更重要的是 1951年 在舊金山 全世界五十一個 二次世界的參戰國 派代表 參加這個合約 那時候 毛澤東已經建立政權 蔣介石呢 逃難到台北來 英國跟美國的立場 都不一樣 炒來炒去 最後說 北京跟台北 都不許派代表到 舊金山來 美國私下告訴日本 舊金山合約簽訂以後 你日本再到台北 另外簽署一個合約 這就是台北合約 剛剛幾位都提到 舊金山合約 第二條講得很清楚 日本 無條件 放棄台灣跟澎湖 沒有下文啊 沒有說日本放棄台北以後 台北主權要還給誰 一方面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開始形成世界上 誰代表中國的爭議 英國是搶先承認北京 而美國繼續承認 蔣介石的中華民國 所以在列強之間 意見不一 更重要的是 1943年開國宣言 宣布要日本把台北 歸還給中華民國的時候 聯合國還沒有成立 聯合國是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以後才成立 聯合國憲章的基本精神 就是賦予所有因為戰爭被佔領的島嶼 領土 他的人民擁有住民自決的基本權利 半句話說因為戰爭戰敗投降而撤退 這個領地呢 應該先由聯合國托管 再完成住民自決 決定他們的主權 所謂住民自決的原則 因此 舊金山合約聚會的時候 聯合國憲章已經生效六年了 所以議會的代表 不可能違背 聯合國憲章的精神 再延續開頭宣言說 日本戰敗國放棄台灣跟澎湖 還有全力決定把台灣跟澎湖 如他指定還給誰 如果日本一指定 不是指定給北京就是給台北 又發生國共在政治的問題 第三個更重要的理由 日本被迫要放棄他以前佔領的土地 是因為他是太平洋戰爭的發動者 戰敗了國際給他處罰 所以他必須交出所有的佔領地 在舊金山合約的前一年 韓戰爆發 韓戰爆發背後 就是中共出動了 如果日本 在舊金山合約講明把台灣 澎湖放棄以後還給中國 極有可能是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豈不是 從日本手中 又來獎勵另外一場戰爭的發動者 所以這連在舊金山合約 以會各國的辯論裡面 我剛剛所講的這點 都是大家討論 結果 除了三個國家親中國 反對以外 一直通過舊金山合約 也就是舊金山合約 指明定日本無條件放棄台灣 及澎湖 當然還有剛剛幾個南島的小國家 而出錢 但是沒有寫還給誰 不是忘掉的 就基於剛剛我講的 各種理由 嚴正辯論的結果 那 金山合約 還沒有生效 前約以後 日本就在 可以說是美國的壓力 也是舊金山會議 和共識之下 選擇到台北來 好嗎